大家好,我是蒙特利尔的房地产经纪人,我叫杨柯 自从我做房地产经纪人一来呢 遇到过很多非居民或者说是在加拿大以外的客户问我 他们这样的外国人是否可以在加拿大买房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一谈 非加拿大居民或者说是留学生如何在加拿大买房 首先,对于非加拿大居民、加拿大政府是如何定义的 持有工作签证、学医签证、旅游签证的申请人都属于非加拿大居民 例如留学生或者在加拿大有合法工作许可的非永久居民 或者来加拿大进行商务访问、探亲房有的游客 加拿大法律规定,非加拿大居民是可以购置、拥有和出售房地产 其次呢,我们一次性全款买房的人毕竟是少数 大部分购房者呢,是需要申请贷款的 对于非居民,能申请到多少贷款却是因人而异的 因为银行是否批准贷款 主要还是取决于申请人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 比如年收入或者拥有多少的资产证明 这是需要经过银行审核和评估的 通常来说呢,非居民在加拿大银行或者金融机构是可以申请贷款的 但是首付比例呢,通常比加拿大的居民要高 最多可以申请到房价的65%的贷款 如果持有的是工签或者在本地有纳税收入的非居民 最多可以申请到贷款呢,会更多一些 我建议在申请时呢,可以多去几家银行询问 加拿大金融体制呢,是高度商业化的 每个银行都有各自的贷款政策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留学生买房的条件 首先第一点是,留学生需要满足18岁 需要是成年人 如果需要贷款买房,是不能单独以自己的名义购房的 需要加上父母的名字 因为从逻辑上来说 全日制的国际留学生是无法证明自己有足够的收入 有足够的还款能力的 所以要加上父母的名字,用父母的收入来申请贷款 总的来说呢,非居民和本地居民购房 在贷款条件上只是首付比例和利益率略有差异 其他政策都差不多 买房说完一定会跟随着卖房 那么非居民在卖房的时候有没有限制呢? 前面我们说到,加拿大法律允许非加拿大居民有能够购买 拥有和出售房地产的权利 但是由于非居民呢,大多数是非税务居民 也就是说呢,在卖房的时候 由于房子可能产生增值 这部分差价呢,是需要缴纳资产增值税的 一般,非居民卖房所得的房款 扣除还完贷款之后的资金 是会放在公证师的信托账户里 由公证师去核查是否需要缴税 最后完税的收入才会到卖房者的手里 这个过程可能最多会达到一年的时间 关于非居民和留学生在加拿大买房的问题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马上就要过圣诞和新年了 在这里呢,祝大家圣诞和新年快乐 2020年一帆风顺 如果您对蒙特利尔的房地产有兴趣 可以扫描视频后方的二维码 添加我的微信 来了解更多房产信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